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二个封建王朝就是汉朝 汉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一段时间 向来都是被历史爱好者们津津乐道的两汉四百多年国作 但是在公元九年的时候 因为外戚王莽篡位 导致西汉两百多年的国作到此为止 紧接着就由汉室后裔刘秀击败了王莽 建立了东汉 将汉朝的寿命又往后延长了将近两百年 然而不管是在后世的历史上 还是历史爱好者心中 西汉永远是中国人心中的白月光 而东汉这两百年就好像突然失去了踪迹一样 紧接着就是汉末的三国鼎立 再次成为中国历史中人气最高的一段时期 为什么东汉在人们眼中就这么没有存在感呢 这里是史约馆 订阅我 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 一是因为缺少足够精彩的文学作品 把这段历史展现到大家面前 二是因为这段历史太过震惊 缺少戏剧性 所以大家压根就不爱看 三是因为在教科书上 我们讲这段历史的方式也比较特殊 当然更准确的说法是 不是我们不了解东汉中期的这段历史 只是东汉中期 有关王侯将相的这段历史 我们不太了解 而像同时代其他的几个重要人物 比如说蔡伦 张仲景 班超 这些人的故事 我们可并不算太陌生 而如果细说的话 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了 很多人在读历史的时候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对于东汉这个朝代开头刘秀统一天下的故事 很多人能了解一点 结尾汉末三国这段故事 大家更是耳熟能详 但是从刘秀到黄金起义中间的这段历史 很多却不太了解 这其实并不是偶然 而是大家都这样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在于这段历史缺少足够精彩的文学作品 比如说汉末三国这段历史 大家之所以了解 绝大多数人都是从三国演义开始的 因为三国演义实在太有名 导致大家对东汉末年这段历史就特别了解 至于东汉开国 刘秀扫平天下那段历史 其实也是如此 在很多曲艺类目当中 比如说评书 山东大谷 渤海大谷等等 就都有东汉演义 讲的就是刘秀开国的这段历史 再加上刘秀本人比较传奇 到了网络时代也比较有名 所以大家对这段历史也不陌生 但是对于东汉中期 从刘秀到黄金起义这段历史 大家其实可以仔细想一下 到底有哪些演义小说存在 甚至到了现代 有关这段历史的电影和电视剧 同样也是少之又少 而且很少有那种家喻户晓的作品 没有足够多的文艺作品 这是东汉中期这段历史 少为人知的最重要的原因 其次 则是因为这段历史太正经了 很多人在读历史的时候 最开始的时候 读的都是历史故事 所以大家往往更喜欢读 那些戏剧性极强 具有各种转折的历史故事 而东汉中期的绝大多数历史 都严重缺乏这种戏剧性 所以会让很多人觉得无聊 其实不光东汉中期是这样 其他很多朝代也是如此 比如说唐朝 唐朝前期因为戏剧性比较多 演艺小说也比较多 所以大家都比较熟 但是唐朝中后期的历史 很多人就不太熟 再比如说北宋 北宋开头和结尾 大家同样很熟 但中间的一百多年 大家同样缺乏足够的了解 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朝代 其实都是如此 在开国和亡国这两个阶段 会发生很多故事 所以广为人知 但是在王朝中期 国家长期稳定 整体故事就显得很平淡 大家自然不太关注 至于第三个原因 则是我们的教科书 在讲这段历史的时候 没讲那些帝王将相的故事 实际上 在我们的初中历史教科书里面 讲东汉的篇幅还真不少 整个中国古代史 大概是五十个章节 而东汉这个朝代 则是独占四个章节 但是在这四个章节里面 第一章讲的是东汉的兴亡 这一章里面主要就说了三段内容 第一段内容说刘秀建立东汉 实现了光武中兴 第二段说的是东汉中期 皇帝普遍寿命不长 导致外戚和宦官轮流掌权 但至于说到底是怎么轮流掌权的 因为篇幅有限 完全没提 而第三段就直接说到了黄金起义 再往后 第二章讲的是丝绸之路 里面提到的人物 主要是张谦 班超和甘英 对于东汉中期的那些皇帝 同样一句话都没提 接下来的第三章 讲的则是东汉的科技和文化 这一章一共提到了六个人的故事 分别是蔡伦 张衡 张仲景 华佗 司马迁 以及张道林 这几个人 确实也都是东汉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 他们对于后世的影响力 确实也比同时代的东汉皇帝更大 但同时 这一章里面 依然没提任何一位东汉皇帝 至于最后的第四章 讲的则是黄金起义之后 汉末三国的这段历史了 所以 如果单从教科书上的内容 来了解这段历史 我们对于东汉中期的那些帝王将相 依然无从知晓 因为课本上根本就没提 如此一来 这段历史缺少文艺作品 历史本身缺乏戏剧性 课本上也没怎么提过 大家要是还能广泛了解 那才是怪事呢 那么历史上的东汉中期 有关王侯将相 或者说当时东汉的历史主线剧情 到底又是怎样的呢 如果简单盘点一下的话 东汉中期的历史 其实是这样的 刘秀统一天下之后 开始积极培养和氏的皇位继承人 在他的培养下 最后 刘秀和自己原配妻子 殷利华的长子刘庄 成了一位合格的继承人 就这样 刘秀去世之后 刘庄继承了皇位 后世史称汉明帝 汉明帝在位18年 这18年当中 汉明帝继续执行修养生息的政策 还大规模治理了黄河 除此之外 因为东汉天灾频繁 无力对管理边疆 这就导致原本被东汉压制的匈奴 贤卑 无环 西枪 高沟里等势力 在这之后 开始迅速崛起 逐渐开始威胁东汉的边疆 就这样 邓随掌权十多年之后 最终因病去世 此后 汉安帝开始掌权 而汉安帝掌权之后 表现得非常不成熟 在位时期 重用身边的宦官 听信自己的如母 但同时 汉安帝也没忘了正常工作 在位时期 带着东汉 又重新压制了边疆势力 并且再次控制了西域 此后 汉安帝仅仅独立掌权四年 就因病去世了 汉安帝去世之后 他的皇后岩氏 开始把持朝政 为了更好的掌控权力 岩氏绕过了汉安帝的儿子 转而拥立汉安帝的堂帝 刘义即位 后世始称东汉前少帝 而刘义即位之后 仅仅只过了几个月 就同样夭折了 而刘义去世之后 之前汉安帝仅剩的一个儿子刘宝 当时年仅十岁 却突然联合宦官 发动了政变 在宫里诛杀了严氏党羽 此后 刘宝直接登基 后世始称汉顺帝 从这世开始 接下来的二十年里 东汉进入了汉顺帝时代 在东汉中期的历史上 汉顺帝算是一个难得的好皇帝 虽然他靠宦官上位 但掌权之后 却并没有依赖宦官 反倒是逐渐开始打压宦官 除此之外 汉顺帝在位时期 多次派兵 征讨边疆势力 终于重新打服了 先卑 匈奴 西枪等势力 同时 汉顺帝掌权期间 还改革了查举制 进一步拓宽了上升通道 也就是他在位期间 张恒终于搞出了地动椅 张道林创立了五斗米教 不过 汉顺帝在位后期的时候 同样在外戚问题上犯了错 汉顺帝在位后期的时候 宠信皇后梁难 等到汉顺帝去世之后 梁难便以太后的身份 直接控制朝政 至此 东汉进入了长达六年的梁太后时代 进入梁太后的时代之后 梁太后首先拥立了 汉顺帝唯一的儿子刘炳 后世史称汉冲帝 但是当时刘炳只有两岁 所以梁太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掌权 而接下来 仅仅只过了四个多月 汉冲帝就同样夭折了 汉冲帝夭折之后 接下来 梁太后就从刘氏宗亲当中 挑选了另一位诸侯王之子刘炳 继承了皇位 后世史称汉智帝 不过汉智帝即位的时候 已经八岁了 懂得一些朝堂政务 后来在上朝的时候 汉智帝对梁太后哥哥的嚣张跋扈 非常不满 甚至直接称其为跋扈将军 见到汉智帝对梁家这么没有好感 梁家也开始发痕 不久之后梁太后的哥哥梁继直接下毒 毒死了汉智帝 而汉智帝被毒死之后 梁太后便又从刘氏宗亲当中 挑选了一个叫刘智的孩子 继承了皇位 这就是汉桓帝 汉桓帝登基之后 接下来很快又过了四年 四年之后 梁太后就去世了 而梁太后去世之后 汉桓帝虽然在名义上开始亲政 但大权还是掌握在梁太后哥哥梁继手里 所以后来汉桓帝又隐忍了好几年 暗中培养自己的人手 最终在梁太后去世九年之后 汉桓帝忽然出手 除掉了梁继和后者相比 那些所谓的帝王将相 他们的存在感 其实真的不高 所以当我们的历史书 篇幅比较有限的时候 这些王侯将相 根本就没资格进 我们的历史书 根本就不够格 被后世广泛了解了 简单来说 当时很多世家大族 通过各种渠道购买土地 最后将一个县 甚至更多的耕地 全部买到自己家名下 接下来 这个区域内所有的百姓 只要不是这个家族的人 都得沦为电农 然后 这个家族以土地为根本 以自己家族为核心 将当地的绝大多数人口 都组织起来 形成了一个农业庄园 在这个庄园当中 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家族 可以直接对庄园进行管理 进而形成一个半独立的王国 在中央政府强大的时候 这种半独立的庄园 可以完全控制当地的经济 并且通过查举制 把持当地的上升通道 中央政府派官员下来管理 也必须得先和这些地方 豪强家族沟通 要不然就很难开展工作 而等到中央政府衰落 进入乱世阶段之后 这种农耕庄园 更是可以就地组建军队 他们要钱有钱 要人有人 要土地有土地 而他们的军队士兵 往往也都是从自家庄园内部 挑选出来的 很多士兵之间 彼此都有亲戚关系 这种特殊的关系 导致这种军队 上了战场之后 往往具有超强的战斗力 而在后世的史书上 这种军队 往往叫做布曲 在东汉末年的历史上 很多世家豪强 都曾经纷纷建立自己的布曲 直接开始逐鹿天下 比如说曹操 曹操当年最初起兵的时候 就是靠着曹家和夏侯家的庄园 招募了大量士兵 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支军队 想要真正理解东汉的庄园经济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后来会伟大不掉 我们其实可以简单捋一下 东汉庄园的发展历史 因为东汉的开国 是打着西汉的旗号 所以 对于很多西汉时期的制度 东汉也是直接照搬的 而在西汉中后期 因为查举制和土地私有制 这两种制度 导致地方上的土地兼并 迅速加快 然后 当地的地主家族 就可以通过土地 建立起一个简单的独立经济体 再加上查举制的存在 这个地主家族 就能通过推荐的形式 不断让自己家的后辈去做官 而这些家族后辈做官之后 又能直接庇护家族的财产 甚至帮助家族 去买更多的土地 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 于是 在西汉末年的时候 这种简单的庄园 初步成形了 这种简单的庄园 在西汉末中的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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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路木出行动 下路木出行动